武汉那个事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的 不知道怎么看待的 这个就王老师能给讲讲吗 大概的 大概的情况 对就是武汉不是说 其实在一个月前呢 我们就知道关于这个病毒的事情 当时就说是一种SARS的一种变形 对一个月以前我们就知道了 当时我还给了我的这个武汉的朋友 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他们随后也就告诉我了 给我些反馈 就说这个当时是一个这个菜市场吧 这一个一个海鲜市场还是生鲜市场 当时传出来这种病毒 当时那个事 那个这个这个也做了一些这个现场的处理 当时他就把这个武汉的朋友就把这信息也反馈给我 那是一个月前 那是一个月前 对我看你也告诉我了 我说又有这么个事 对有这么一个非典 对 然后然后然后紧接着怎么样怎么样呢 就是呃呃 有一些这个谣言 所谓谣言就传出来了 嗯 就说这个病毒有多多厉害 比那个SARS要厉害 哦 这是谣言 这是当时是谣言 当时谣言 就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八个人 因为转发留言和制造谣言哈 然后被抓起来了 啊 对被抓起来了 那现在放了吗 不知道啊 这点是这点事我不知道 哦对这些得放 就是批谣嘛 当然包括这个传出这个话的一个女护士 哦这也被抓起来了 抓了也好 抓起来是不是就隔离了 就是省了啊 嗨 省他那个被传染啊 嗨那那这个 是不是你要不不不不不不不隔离呢 就就还得那个弄一弄 结果就传染了 护士是知情者 然后他把这件事传出来的 对 这你看做好事得好报 他一传一报 给他抓下来了 他反倒不用去工作了 这个好吧 这个也是非一点笑话之一 我觉得挺逗 是吧 嗯 好了 这个事情又进一步发生 那事情越演越厉眼 这个我们的这个政府呢 犯了一个跟当时03年的时候分点一样的一个错误 就是就是想要把这个因为稳定第一嘛 好他就想把这个这个事啊给压下去 先盖住 盖住 对这样的话又有一些这个瞒报的一些现象 哦 他是盖住之后调查呢 还是就是先盖住先再说 其实大体上意思就是假说是咱们是领导啊 尽量不要引起社会恐慌嘛 哦 这这比较一些恐慌恐慌 对 据说那个武汉 他不是在萨子之后 好像武汉就建了一个中心在那个菜市场周围建了一个 专门研究病毒的那么一个一个研究所 说我们什么病毒都能够查出来 嗯是不是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先盖了之后 然后把那病毒给拿来研究有没有这种行为举动 这肯定是有的啊 他们是从北京也派来了有专家一个一个专家团过来 然后那个专家团的后来那个那个团长啊 是这个领导人怎么着他得上了 他我记得有一人说 他得上了因为他不说是人传人嘛 哦 你看他说这个不会人传人的 然后结果他传人 报应 咱不能说报应 而且呢最要命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做好了全部的防护 他只有一个环节 有的时候他有一次没有戴眼罩 对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角膜传染 对那这样的一个病毒那非常可怕 对我我那前一会儿听朋友说 就是有一个专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北京去的 说那个说那个就说鉴定了某一种口罩 他说这种口罩就完全能够阻挡病毒 嗯没问题 一月十号好像说的结果他也得上了 嗯啊 就说那个现在就是都得有防护 可能那个专家又没戴眼镜 没有那个防护镜结果得上了 嗯 所以呢 所以就甭管怎么说 你我真是不应该刚才说说报应吧 这就说太厉害了 这病毒 罪过罪过 罪过罪过 就谁得上都不好 对对那肯定的 谁得 但是就说千万不能小心 如果我是工作人 当时工作人员 我可能是不是也会犯同样错误吧 是吧 因为谁也不想给给自己找事 咱们的找事 就是说你你说多说两句 结果就不行了 对那现在疫情呢 是相当的严重 像我们官方提到的这个疫情 可能是全全国感染的有一千多例吧 是吧 我不知道啊 好像是 好像上千例了吧 对这个是确诊的这个 确诊的已经一千了 因为那个挺快的 应该是吧 我现在我不是百分之百确认 可以再看一看啊 然后致死的话是几十例啊 对说不是说感染的都死 对不是感染的都死 这个不是的 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萨斯 他这个当时的一个状况 03年的时候 全球大概有八千多例 一共致死的是774人 对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民间有一个可怕的一个说法 也不是民间可怕的说法啊 就要经过一些这个 有这个 医护人员 武汉的医护人员 流出的一些视频 因为他们这几天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压力嘛 他们有这个面临生死的一个考验 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比较激动 他也录了一些视频 然后传给他的家人这个样子的 其中有一个说法比较可怕 上面说呢 就是现在呢 呃就是感染者啊 据他们说九万人 啊 九万 九万人 九万除一千等于 九万除一千等于九十倍啊 啊 九十倍的就是缩小 对 其实九十倍 那如果要是这个属实的话 那就是相当厉害了 嗯 啊 那我们说呢 就是可怕是在哪呢 这个可怕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呃 封城之前 不是前天封城之前嘛 呃 有人先得到了一些消息 哦 就提前走了 哎 有多少多少万多少人走呢 数以万计 不是那么几 三十万 三十万人逃离了 三十万人逃离了 主要逃哪去了呢 可以说逃离还是 可以说逃离吧 对可以 一是一是我不舒服 然后我怕把我放在小条山 小泰山这样的地方对吧 这是有可能的 我找一个呃这个呃 医疗环境更好的一个城市 可能更留意于实质 尊严 对这个是一种一种人 就是我本身我不舒服 我觉得不舒服 我要试的话 我赶快跑到一个新的地方 或者是一种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哎 武汉这个 这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地方 是吧 怎么样 那我先到一个安全点的地方去吧 三万人不一定都有病毒 不是三十万人都有三十万人呢 三十万人 三十万人走了 不是三十万人都有病毒 因为他他知道你一封城的话 我我我没病 你这吃喝这东西我解决不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我得走啊 对吧 实际上他昨天前天确实是发生了一些这个恐慌 物资不足 然后这个呃这个超市全部被抢空了 抢空了 对得你外卖进不去了 封路了吗 对封路各个省市还封他的路 呦那这封路了呢 比如说我没矿泉水了 最大的问题是呢 封路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如果要是你把这个路封了的话 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们像那边这个这个运物资的话 也运不过去 而不是人逃不过来的问题 他怕人跑过去吗 就像活埋的意思吧 不是吧 没那么严重吧 还有别的 我相信我相信还是有官方的一些路还可以通 对那肯定 对还是有些大路会通 对没有那么蠢的吧 没有那么笨的吧 这是地区政府 他可能干一些蠢事 哦 对吧 那那比如说小村庄 他有可能干这种事 小村庄无所谓 我自己自足啊 我就封住了 对吧 我自己自足 你先别过来 对你别过来 我们这里就别过来 我们起码这我们这小村里没事 因为武汉它有什么三镇嘛 对吧 那武汉三镇的话 那周边比如说像北京的昌阳 武汉汉汉汉汉 是吧 就跟北京昌阳 咱昌阳先给圈 那个封起来 你是怀柔的你也别来 我们自己先那个 现在武汉不用说了 武汉已经都封了 然后现在这个 整个湖北15多城市已经都封了 对 整个我们说已经湖北封省 湖北封省 对 可以这么说了 现在呢 湖北封省以外呢 除了湖北封省以外 这个全国的各大城市 全部进入一级战备 一级战备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随时下命令 军事介入 然后 比如说某个小区 得得有这个 有这种有这种疫情了 马上封 马上封 对 随时做好战备准备 战备准备 对 一级战备准备 就是一级战备了 这是咱们这个 这个传染病那个级别里面 有几级吗 它现在是全国 那这个跟萨斯比 12个 有个说法是12亿 现在除了这个 西藏没有这个疫情以外 别的地方全都有 那这种战备和那个当年的 萨斯哪个更严呢 据说呢 这种病毒 你刚才萨斯那个传染的话呢 其实还没那么厉害 还没那么厉害 对 萨斯怎么传染的来着 萨斯也是这个飞沫啊 这个空气啊 对 那这次 这次的据说 这个是有一种变异的 跟这个 萨斯病毒也比较类似 就是变异过了 又升级了 那上次那个 萨斯封城了吗 我觉得没有啊 好像不是这种封城 是吧 对 好像真的不是这种封城 萨斯当年 2030完逃出去了呢 所谓的那个从北京 逃出去了 就是北京也 所谓的没有封城 就北京就是 要严查那个 出出那个 从北京往外走的人 当时 但是不会说 就绝对不让你出去 不会当时没有断铁路 没有断公路 顶多是铁路上 有人过来查体温 我相信是怎样的呢 这次啊 这次的一个 这个这个 跟 萨瑞和萨瑞病毒 跟萨斯病毒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你得病了以后啊 可能不发烧 那不发烧 不挺好的吗 不发烧 没法监测 你就是说 你得病了不发烧 但不等于你 将来不发烧 对呀 是这么回事 对呀 你不发烧 我不知道你得没得 这就没法检测 没法检测 对 那我们现在 其实都有那种仪器嘛 就是那种仪器 就是不用接触你 我就知道 这个人群里面 他们的体温是状况 你可以看那个 他有一个 你看那脑袋是红的 还是绿的 对对对 是不是标准 标准体温是知道的 对 那现在呢 不起用 现在有20%的人 是没有这种 这个发烧症状 没有发烧症状 对 对 从我这个 这是非常要命啊 医学的角度 我虽然我在 我在医院里干过 那时候也是 经历个非典 2003年 然后呢 医院都放假了 那不敢 我们干口腔的 不敢看了 哪敢看病人 你说 看牙的 您先别香了 这两天 我们这 这个 都给打不回家了 没 因为你这个 别因为 看看牙再得个非典 不合适 是 我们也得保护自己 但是就说 我在医院干 这个医院 物资 这个事情 应该卫生局 卫生部管 或者卫生局吧 卫生部 有点大了 卫生局 对吧 湖北省卫生局 是吧 卫生局 你这个物资 你首先 你得确保医院 医护人员的安全 你那些什么东西 什么 什么 我们当时叫猴衣猴帽 这不跟穿上 跟猴似的了吗 猴衣猴帽 你得把这些东西 足够的量 给大夫 这个前天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问题 这个供应就 严重不足 全国去支持一个城市 居然说 还是不是很及时 只能这么说 然后医护人员 没有衣服换 没有 只有一套防护服 如果他不能去吃饭 你知道吧 不能去吃饭 一吃饭的话 不就暴露了吗 他不累死了吗 饿也饿死了 对 所以就有这种 一天不吃不喝 不上厕所 这种事发生 然后吃什么 到最后吃什么 物资不足 年夜饭 年夜饭是方便面的 那可对不起 食堂做不了 开不了火 也买不着了 没东西 你看看 这个是卫生部 卫生局 应该抓这些 当时是市长 市长就说 我没事 怎么样 这个时候又说大话了 不是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有不少媒体的 朋友就说 下台吧 到这个时候还装呢 还装呢 装什么呀 对吧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也是就是我就暴露 维稳第一 是吧 暴露内情 当时就说 我们那边不是非典 我就从其他一些细微小事来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当时给大夫的 那个我们看牙都得戴口罩 不是戴口罩肯定带了 戴那个手套 口罩都不发 口罩就是你洗一洗 那个电子再干了等等 就那个棉棉口罩 我当时也不在乎那钱 就几乎就是常换 我成典型的 你怎么老换呢 我怎么老换 我说这不是卫生吗 手套 不给你发手套 就你这个看完你这个病人之后 你洗洗再看下一个人 你说这病人他能愿意吗 我呢自己掏钱 你不给我发 我也懒得去那个领 我懒得领 我自己花十个钱买一盒吧 结果我又成了典型了 天天就整我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路易斯原来是牙科大夫 因为我当我信主了 我心呢 我可你说说吧 你说我自己花钱 你不给我拉倒 我自己花钱 我起码我自己舒服 我让病人舒服 对不对 我换 然后还有一些小东西 像那个什么拔随针 这个扩的扩扩孔器 它该明明归上一些一次性 就扔的 不 我不给你弄 你必须使个十四八四的 那个直到那个螺纹 都给都顿了 都根本没什么用了 还巴不得给你换的 而且那 这个是中国的标准 那个比如说那扩随针六个号 他不给你配全了 明白 我相信可能今天的这个条件可能会好一些 但愿吧 我当然知道 就是我就从前 我先问 所以我就 你要是咱们要接 哪天要接一下这个 中国的医疗的黑幕的话 我们可能再做一期别了 就说 咱们今天还是正能量 我觉得我有必要澄清一点 就是说所谓九万人感染这件事情 是某一个这个医护人员的视频流出说的 对 可能不止一个人这么说 可能有一两个医护人员这么说 但是我没有这个百分之百的把握 说他的说的说的话一定是真的 也不排除说有别有别有用心的人 伪造一个这个声音出来 非常有可能 对 所以我不敢这么说 所以我我也呼吁大家 就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 兼听则明 是是是 所以呢 我就 我这个 我的观察 在我那个曾经工作岗位观察 有这个我是描述事实 当然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是不是 那现在我希望 希望啊 我希望 我就担心 某些希望 就说千万不能够 把医务人员的那个物资 这个东西忽略了 千万不能忽略 而且你的医务人员 你得保护好了 千万不能说 你穿着猴一猴嘛 没法吃饭了 二十四小时 那你怎么行啊 你这个 现在应该好了 是吧 那当然好 对 因为千万别把那个 前天啊 是这样的 这个疯了 大家 我 前天啊 上 这个这个武汉人民群众说 不知道 前几天还辟谣呢 然后突然封城了 哦 他心里头是什么感受 你想想 你看看 对 然后有点头疼脑热的 都往医院跑 那可不行啊 几千人排的 在医院门口排队哦 那没 这个不是造谣啊 这个是真的 然后门诊 门诊 急诊里面全都是人 那这样的话 你就算你 你没有 感 你就是上风感冒 现在不冬天吗 感冒了 结果你不是去冻着的 结果你去了 结果被传了怎么办 对啊 你说这增大了这个 这个医护的这个难度 而且给自己 给自己增加了 这个风险系数了 对 这最要命 今天已经清醒了 大家已经清醒了 不再排队了 现在医院里头 基本没有人了 大家都动脑 千万别 别别那个 本来是自己 是一个伤风感冒的 前几天啊 就这前天还有一个 这个医院里头 躺了三具尸体就在那 无人收尸 躺了N个小时在那 你看不敢碰 不敢碰 不敢碰 怕那传染啊 对啊 因为你 我这么想啊 你 现在你找这个 现在死人比较多 那个当时那个当下 对不对 然后你找一个这个 这种情况下 你找一个这个 殡仪场的 护工啊 车过来 他敢接吗 不敢 他不肯拉这个东西 当然那个 当然医院里 待着有自己太平间啊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肯定 那我们怎么想象这件事 可能太平间流满了 有点有这种可能性啊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就你会让外界非常恐慌 但是这里边有一点 这个官媒有辟谣啊 说没有这回事 但是呢 我们看了一些自媒体频道 然后亲自去访问当时的那个医院啊 得到证实有这么回事 这个视频是真的 据说那个有一叫陈秋实是 陈秋实 我还蛮喜欢的 他是故意的就是往灾区跑 人家都往外跑 他是被封进去的 出不来 还是他故意 他故意进去的 对对对 他为什么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自媒体人呢 就跟那个 跟那个第一个 第一个 跟前线的人共存亡是吗 对对对 你看看 他就是想要一个如实的一个报道 对 就像占地记者一样 你让我们去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收到了很多信息 有人就是官媒说一千人 然后我们说这个 我们听的这 接到消息是九万人 你说你让人慌不慌 还有呢 你说这个费电到底是死多少人 那个事 算的标准不一样 哥们 算的标准不一样 就是 首先呢 当天肯定有很多人死 但这个死的话是怎么死的 这是费电 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武汉肺炎死的 还是其他肺炎死的 还是感冒发烧死的 甚至有没有可能被吓死的 对吧 你得把这个正常死亡的 当时死了多少人 你得有一个公式 然后有一个客观的分析 你不能瞒着 瞒着的话让人很恐怖 但是有